世界经济论坛 2012年的全球风险报告 其实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一个警告 就是经济失衡和社会不平等这两个风险 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 这个全球化进程到目前为止所带来的这个收益 在今后的十年中呢 长期的财政失衡和收入差距 将会是最为普遍的这个风险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仍面临着这个系统性金融动荡 和这个潜在的粮食啊 水资源短缺的这个危机 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呢 就很有可能触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抬头 进而呢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那这一结论呢 是通过469位专家学者和行业领袖 研究调查而得出来的 我们也很明显的发现呢 人们今年对于风险的关注 已经从环境风险转移到了社会风险 在对这个调查问卷结果分析的基础之上呢 报告呢主要提出了三个 对未来繁荣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 可能发生的这个情况 第一个呢 我们叫反乌托邦火种 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 年轻人的这个人口数量急剧增加 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觉得前途渺茫 另外一方面呢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退休人员 需要这个债台高筑的政府 为他们来提供养疗保障 同时呢贫富差距又日益扩大 所以这些综合在一起呢 就导致了人们对这个现有的 国际经济秩序的这个不满 从而影响了这个全球化进程 所以所谓的这个反乌托邦火种 也就是人们对现有状况的不满 和对未来的失望的一种描述 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叫做不安全的安全措施 在当今世界变得日益复杂 依赖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 二十世纪所产生的政策 规范和机构 已经暴露出了在安全测试上的一些不足 而难以应对未来发展的挑战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关注 第三个情况呢 我们叫它为互联网的阴暗面 那简单的讲呢 其实就是说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生活呀 已经是严重的 依赖于这个网络在线系统了 一方面呢 我们要保证从中获益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需要控制 它对我们现在社会制度 带来的这种冲击 那在今年的这个报告当中 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对去年 在日本东部发生的特大地震 和福岛 和洩漏这个事情 进行了特别的分析报道 所以综上呢 就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 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的一个 大概介绍 在通过了二三十年的这个开放改革 中国现在呢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出口国 那因此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呢 也会更为的重要 那在成为了经济政治的这个 重要参与者之后呢 中国可能会暴露于 一些以前所没有的风险之下 从而呢受到一些难以预料的这个影响 那在中国的这个背景下 看这三种情况呢 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比如说这个反乌托邦火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呢 虽然通过计划生育政策 从中获益飞浅 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 这个情况正在加剧 那这个机会窗口呢 其实也在慢慢缩小 因为目前我们这个60岁以上的人口 占中国总人口的12% 到2050年这个比例 就会上升到31% 届时呢 中国经济的投资方向 消费趋势 社会结构 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那么如何去激励 更多的企业家精神 那从而维持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仅为退休人员提供 这个社会保障 同时呢 也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 和这个发展机会 这个是中国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说对这份报告呢 对中国也确实是有很大的意义